中 趙好 大家好 執政媒體人黃洋敏 大家好 團人事議員林濤 趙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周偉航 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要談什麼呢 關鍵在哪 2月1號立院龍頭就要來改選了 之前放好多的風聲出來 之前民眾黨不是說什麼四大承諾 如果你答應的話 我的票就會考慮投你嗎 現在看起來藍綠都不太想理他了 我們看到綠怎麼講 綠的是民進黨團的總召柯建民 他很少參加 或者是接受大家的訪問 沒想到他去參加這個專訪了 專訪上面他噴了非常多話 他說民眾黨跟韓國語藍白河 這不是暮猴而冠嗎 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暮猴而冠意思是說 指性情急躁的迷猴 學人穿戴冠帽 比喻人虛有表象 卻不脫出筆的本質 你指誰啊 你是指韓國語嗎 還是你是指白的那一個黃國昌嗎 你指的是誰 沒有講清楚 所以光是四個字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字 另外他說民眾黨會投自己 保送國民黨 所以藍跟白你都在演戲 他直接批評 之前不是說什麼 民眾黨說四個主張 如果大家願意改革的話 我就願意把票給你嗎 他說四改革主張 你是騙人沒有念過書是不是 當時他好騙的嗎 好 黃國昌馬上就接了招 之前我記得還有一個紀錄片 在笑他 這次柯建民說黃國昌很好惹 一惹他就直接上鉤 就暴怒了 果然馬上召喚出了黃國昌 他說對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我毫無興趣 同時批評國民黨 在玩這個老套的宮廷政治遊戲 那你們確定是要派韓國瑜嗎 好 那現在對於白銀來講 風向也不太一樣勒 會轉彎勒 還記得柯文哲之前說什麼 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嗎 前兩天又說了 不要把民進黨跟新潮流畫上等號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 那被大家談到韓昌沛這件事情 他說畫面難以想像 又這麼剛好 這個賴清德又退出了新潮流 這是不是可以合作呢 是不是釋出這個合作契機出來呢 好那包括了吳興宜 包括了蔡壁如他們怎麼說 吳興宜建議啦 柯文哲要走民眾黨自己的路啦 那難道就是像她說的 民眾黨投自己嗎 保重國民黨嗎 那蔡壁如也說 民眾黨應該要有自己的正式理下 自提自己的人選 好那同時也有人向白來招手 說不用那麼硬啦 第一個是誰是趙少康 他說立法院的副院長 我們是不是應該讓給民眾黨呢 國民黨身為大黨 應該多讓小黨一點啊 那韓國瑜不急 急死戰鬥欄嗎 這是大家現在在說的 那包括了邱毅 包括許淑華 包括郭正亮 他們說法是說 邱毅說 國民黨要趕快定案 立院龍頭人選 韓國瑜才能出面 回應四項國會的改革啦 那許淑華說 三黨不過半 那政府院長 有哪個政黨擔任意義 有這麼大嗎 他認為都還好 那郭正亮說 黃國昌 因為他討厭藍綠啦 所以他不會投給藍綠 而是投給民眾黨的立委 那這樣講來講去 是不是又變成說 跟這個柯建民講的一樣 民眾黨投自己人 最後保送國民黨嗎 來 逸中哥 你最懂柯建民的人 好 老柯給出了建議 光是這四個字 幕侯而冠 好 現在大家都對於民眾黨的條件 包括藍 包括綠 都不太甩啦 這直接跟你 柯建民直接跟你 白色力量開戰啦 那重點是 其實一開始是白色的姿態比較高 他們八個立委 不是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提出四點的那個共識嗎 要藍綠兩黨來回答我的問題 沒錯 可是現在藍綠兩黨有點看穿 就是說你雖然這次聲勢不錯 可是了不起就是八隻嘛 國民黨加起來五十四隻 五十四個立委 你民進黨五十一個立委 什麼時候五十幾個要被你八個綁架 所以現在藍綠看起來 就不太買他的單 你看連國民黨也不是很想買他的單 那不買他的單你就自己玩自己 那這個時候柯建民就跳出來加碼 柯建民講這一招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就是先把韓國瑜 不要說醜化 但是就是讓大家對韓國瑜過去那種 像是猴子的印象 爬上樹的那種印象貼上來 那已經把它貼上這個標籤以後呢 你民眾黨如果再跟韓國瑜合作的話 那你懂意思嗎 民眾黨現在正氣凜然 他有黃珊珊有黃國昌 就是一副就是正義之事 結果你如果跑去跟韓國瑜搭配 韓國瑜還是正的 這個我這樣聽起來感覺是 我愛不到你我就毀了你啊 我覺得柯建民是在挑撥啦 就是說他不希望藍跟白兩個合作會 所以他現在的孫子就是說 你黃國昌應該是戰神 你不是很了不起嗎 你現在怎麼跑去跟一個 被認為是一隻猴子的韓國瑜合作會 而且當他的小弟 所以他這樣 他講了這句話以後 我問你 你是白贏怎麼辦 難道你還是要第一身在韓國瑜底下 當他的副院長嗎 所以其實柯建民講這個盤算 意思就是說 國民黨最好就兩個都他們自己 因為其實民眾黨的話 只要到時候那八個 不去投藍不去投綠的話 第一輪沒有過半的話 就要有高票的兩個進入二輪選舉 那二輪選舉的話 國民黨票54票一定大於民進黨 所以最終就是國民黨兩個 那對柯建民來講 這個局勢比較好 也就是說 當柯建民講出這個 幕侯而冠這件事的時候 他其實不希望 他心裡面的不希望就是說 他不希望藍白真的變成是 政院長跟副院長 因為這樣子的話 等於最後的話 他民進黨就變成 就變成是相對是一個實質少數 可是如果民眾黨這一次 沒有跟國民黨合作 選政府院長的話 未來民眾黨還有可能 因為某些法案跟民進黨合作 所以對他的盤算來講 他其實是看遠的 綠白合作還有機會喔 對對對 所以他不希望 因為老柯講這句話一直說 他並不是很希望國民黨跟民眾黨 所以相反的 趙少康馬上跳出來講說 我們應該要讓給民眾黨 對 所以現在變成是 趙少康這一派希望 讓藍白可以更加的緊密結合 但是從柯建民的角度 他立院總召當那麼多年 他其實不太希望 這個黨是連在一起 這兩個黨應該是既合作又競爭 因為當藍白既合作又競爭的情況下 這樣相對對於綠也比較有空間 所以我覺得柯建民果然是 你知道就是真的是老身高 而且是最資深連任的立委 他講的每一句話 其實從後面猜測 他真的就是 我只能說真的有經驗的 事情讓有經驗的來 就沒錯 來柏西哥你怎麼看 包括黃國昌說 我不要當副院長啊 那同時又說 你們還要派韓國瑜 再倒打回去 國民打 好不過我剛剛提到 四點承諾到現在已經發酵了多少天 藍綠都不太想要理啊 現在民眾黨自己知道 我的確是關鍵少數 但是巴西好像 藍綠也不太想理你了耶 基本上這一局 大家要先確認一下 副院長在做什麼 我來告訴大家 如果黃國昌當副院長 等於民眾黨就斷了右手 怎麼說 我們立法院組織法裡面規定 第一個 政副院長不得擔任政黨職務 就是說你要跟政黨劃清 就是要有保持距離 第二個 要本於中立原則行使職權 維持秩序 處理議事 所以他就是一個主持會議的一個角色 再來 院長應事故不能出席 以副院長為主席 好 所以呢 沒有 你知道嗎 是院長不出席 才輪到你副院長主持會議 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 現在的模式是這樣 比如說 游錫坤 他是固定禮拜五 主持院會 禮拜二分配給蔡其昌 副院長來主持 可是過去你要知道 王金平的時候不是這樣分 王金平是 重大法案一定是王 一定是王金平 對 即便你是禮拜二的我照樣主持 他跟王金平說 有時候會 除非今天是最後 比如說那個會期最後 會有那個挑燈夜戰 馬拉松表決 才會兩個人互相支援 否則 原則上重大法案絕對是院長來通過 可是到了蘇嘉全 到了游錫坤時代 沒有這樣的慣例了 可是呢 未來的黃國昌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 這個韓國瑜當了院長 黃國昌當了副院長 韓國瑜都想主持 黃國昌在立法院就沒有角色了 他就虛位了 而且他不能去委員會質詢 不能提案 懂嗎 那黃國昌要幹嘛 黃國昌就等於是個廢人了 你知道嗎 那他要這個副院長幹嘛 沒有意義啊 除了薪水比一般的立委多一點以外 對 其實他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我說 副院長這個位置 對民眾黨來講 根本就是個雞肋 棄之可 實之無畏 棄之可惜 是 可是呢 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現在佔有 他雖然是最大檔沒有過半 但是因為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只要進入到第二輪 就第一輪 只要民眾黨沒有去支持民進黨的人選 那第二輪就是 國民黨的人 只要國民黨沒有跑票 沒有蓋錯票 就是國民黨的人當選 所以 現階段 我覺得國民黨只是說 我單純釋放一些善意 就是說我們可以合作啦 這個合作是在於什麼 未來 國民黨是看未來 就是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跟你民眾黨合作 對 可是現在民眾黨 價值很高啊 開出很多的條件啊 當然 這個對民眾黨 當然就是他一定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 現在你們藍綠都要看我的臉色啊 我難得可以擺個 翹個二郎腿 看看你們這個什麼德性 現在民眾黨要擺架子 可是 藍綠也可以 無視 一起無視你 甚至我認為 你知道講個 這個不好聽的喔 如果藍綠有共識喔 藍綠一起投給黃國昌 然後呢 黃國昌四年就廢掉了 喔 這是一個邪惡戰法耶 當然不可能發生 但是我說 如果你今天要讓黃國昌 在立法院 毫無用武之地 選他當副院長就對了 來 林涛你怎麼看 剛剛有提到 會不會是民眾黨這八席 剛剛說了 前幾件的記者會姿態拉太高了 拉太高之後發現沒有人理你 黨主席趕快出來滅火 柯文哲說 之前說最討厭新聞 新潮流或怎麼樣 現在轉彎啦 民進黨跟新潮流不能畫上等號啊 因為那麼剛好 賴清德也退出了新潮流 是在幫大家滅火 說沒有啦 我們還是多可以合作 還是他看的是背後更多的東西 未來要阻隔要怎麼樣 可以用我的人 我也要培養人啊 因為基本上看柯文哲 他知道國民黨 因為是國會第一大黨52加254 有可能因此走自己的路 所以柯文哲主席他其實是在又開始回到玩平衡的遊戲 可是玩平衡遊戲這次有一個風險 因為2006年賴清德都宣布這個民進黨內沒有派系了 結果竟然有一個新潮流辦公室 大家看到那個發布的那個新聞稿上面都說 新潮流還有辦公室喔 還存在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難道賴清德說宣布新潮流 新潮流的精神領袖實質的領導力 就不是賴清德了嗎 當然還是他嘛 所以今天賴清德只是說 在名義上跟新潮流做一個切割 實際上當然還是他操盤 所以我覺得話回過頭來看 如果柯文哲今天幫著賴清德開脫 說對啦 未來新潮流跟賴清德沒有關係 我呢跟非新系的立委就可以合作的話 那基本上大家會覺得看破手腳嘛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看 現在台灣民眾黨過去拿了四張考卷 因為藍綠兩黨都沒有買單 所以他必須要出這一招說 那好啦 那新潮流不能民進黨了 代表他也可以跟藍跟綠合作 可是我說真的 如果在這一把 柯文哲直接跟民進黨合作 證實他們是小綠的話 對於台灣民眾黨再也力量 原本希望改變政黨輪替的人會失望 對 所以台灣民眾黨不會冒然出這一招 可是你就要跟過去黃國燦跟黃珊珊 不喜歡的韓國瑜合作 那會不會黃珊珊跟黃國燦也不能同意 對 然後壓著柯文哲說 你不能跟國民黨過去在兩黨 四點協議或六點協議 你不能買單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 不是你的意思說 因為之前柯文哲 有曾經跟國民黨簽那個六點協議 他說他自己吃過虧 所以現在黃國昌跟黃珊珊特別緊張 是壓著柯文哲說 你不要給我亂亂簽喔 不要釋出太多善意喔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是走回中間在玩天秤的遊戲 而且你看喔 不只有六點協議 其實在六點協議前 台灣民眾黨跟國民黨有簽第三波民主化的協議 其實是說如果今天執政權沒有辦法的話 至少你在立院在監督權上 彼此是可以合作推動第三波民主化的 所以如果現在走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看起來是三黨各走各的路 會比較可能 可是我認為說在立院龍頭跟副龍頭 雖然是各走各的路 可是接下來的政策法案 我覺得藍白合作的機會高 因為基本上如果台灣民眾黨自許一個監督的力量的話 那一定是對著執政黨幹嘛 對著執政黨的檢驗 那勢必跟國民黨合作 來老師你怎麼看柯文哲 原本以前一套說法 現在新一套說法 柯文哲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柯文哲啊 現在心中還充滿了很多幻覺 這個真老三假老二 讓他心靈有很大的衝擊 沒人想當假老二 但他現在就是 他的心靈無法回復到理智的狀態 他還誤認民進黨裡面有同情我的人 比如說黃成國 比如說誰啊 陳冠廷等等 搞不好我可以拉攏過來 但重點是 民進黨現在怎麼看你 你以為他是558萬票看369萬票嗎 不是 民進黨看你是51比8 要注意 昨日票數譬如昨日死 今天席次就是立院的現實 所以 當 這個柯文哲還在講說 這個賴清德推那個新潮流沒有用啦 不要演了啦 我心中還有高端啦 我心中還有很多你們新潮流幹過的戰事啊 他以為這樣一喊 不只中間選民會挺他 連綠的都會去挺柯文哲 但柯文哲明顯 對於綠營派系外行啦 不然就是被某些東西 蒙蔽了他的雙眼 就像新潮流特別是局系的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又沒有得罪柯文哲 柯文哲一天到晚弄我 到底是for what 最後他才發現說 柯文哲就是沒人可罵 趕快創造一個惡魔黨佛地魔出來 反而講到新潮流好像就一切都解決了 那甚至是啊 這個監委要查北流 哇他也說北流北義 監委來查我這個 這個因為監察院是陳菊的 所以這一切都是陳菊新潮流的陰謀 他想用這種方式把自己身上的壓力給卸掉 想辦法造局出一批天兵天將來幫助他 但是我還是要說啦 想的太簡單了 賴清德賴系 陳菊的局勢本來就不是很合 然後新潮流南流北流也不見得同步 鄭文哲搞得那麼辛苦 這麼在桃園搞到全軍覆沒 鄭文哲自己也不是很順遂 你打新潮流到最後面你打的可能是空隙 所有民進黨人都冷眼看你 柯建民就問你一句話 到底要不要跟我談 如果你不要跟我談 那我直接跳過你 我去跟國民黨談 那邊至少有直接的幾個話事人吧 至少都是民理人吧 至少都是讀書人吧 所以柯文哲講這些話是代表出 釋出善意嗎 我認為他還想要去分化民進黨 他還要分化民進黨 然後再從民進黨裡面拉一些 看看能不能偷雞摸狗 巴到一點人 跟民進黨建立一個對話的窗口 我勸他放下這一切吧 就算你跟柯建民建議的窗口 你裡面還有一個黃國昌會扯後腿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做的其實不是對外 其實不是把身上壓力卸掉 而是先解決你黃色昌黃國昌 到底接下來民眾黨團 誰才是真正的話事人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光是這個立院龍頭這件事情 已經吵了非常多天 大家一度想說 奇怪韓國瑜最近怎麼沒有講話 就是在我們錄影的當下 韓國瑜講話了 韓國瑜說我要拼立法院長 搭檔我都找好了 是江啟成 我們兩個要出來選政府院長 同時他也有喊話啦 大家往下面看 我紅色已經畫起來了 民眾黨願意合作的話 若民眾黨願意合作的話 江啟成也願意退出 優先將副院長一職 讓出給民眾黨 來 林濤你怎麼看 今天直接喊話囉 這基本上是同時施壓 同時保持另外一張牌嘛 因為我覺得韓市長他看到基層的壓力 他對於藍白河還是有一些借地 因為過去藍白河沒有成功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今天如果 再跟台灣民眾黨合作的話 我會不會又再度翻車再度翻船 所以我覺得今天韓市長 直接推出自己人權說 那大家也不要有 大家也不要就是說 大家的憂慮我聽到了 我先推我的人選 我走自己的路 可是 可是 如果台灣民眾黨願意來合作 那將啟成 那我們的副院長就讓給他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市長這張牌 跟國民黨主席 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張牌 林濤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原本是民眾黨去拋球 是個承諾 要趕快到底怎麼樣 大家想說幹嘛理你 今天反而是韓國瑜 拋球回去了 而且一拋球就反殺 就KO 就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既走自己的路 要保持合作 誰可以把一張牌 兩個途徑都保留 韓國瑜 第二個部分我必須講 為什麼江啟成是一張 非常漂亮的牌 因為我認為他是比照 過去蔡其昌的模式 蔡其昌當副院長回去經營台中 你有發現嗎 原本要接棒台中 所以你看到江啟成 未來也有可能接棒台中 副院長他確實有可能 更多的人量來經營台中 我覺得他是等於培養後進的一個 基本上這個基調 第二個部分 大家知道江啟成他比較台派 說白了啦 比較台派 那他個人 不管是跟過去 國民黨秘書長 還是他的岳父劉勝良等等 不管是台中 還是新北市 都有很深的連結 對 所以這張牌同時連動 三個直轄市 是一張非常穩固的牌 所以你看到韓國瑜 不出手 在家裡 給大家等 你要傳出什麼 韓昌沛啦 韓黃沛給你講 但我一出手 我就是要自爆 柏基哥 我只能說林濤剛剛稱讚完一輪之後 他有些話沒有講出來 跟黨內的傅昆期有關係嗎 其實現在都是 就是剛選完 有很多這個新科立委都收到傅昆期送的花 每個都送啊 很多人都收到 不是你知道 他選錢就開始送 對 選錢送紀念品 選後送花 選錢叫做用這個紀念品合作 合作 競選小物 對 那這個選後是送花 那你知道選後有送花 只有現任的正副院長跟秘書長 結果沒想到國民黨第一個送的是傅昆期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想要 這個企圖去參加這一次所謂的正副院長的選舉 對 那他有這個企圖心 他的這個政治資歷也很夠 可是問題來了 我就問 許巧欣會不會投給他 我就問戰鬥欄會不會投給傅昆期 那如果今天傅昆期他表態之後 會導致國民黨內還要什麼假投票 還要什麼兩邊在那邊吵吵鬧鬧 韓國瑜某種程度他今天很快速的 這個叫快刀斬亂馬 很快速的把我的人選先提出來 告訴大家 第一個 我們沒有要跟白銀合作 但是如果白的要跟我們合作 我們預留空間 沒錯 就是說國民黨有自己的人選 我們先提出來 第二個其實沒有講的就是 黨內的部分我先定調 江啟臣才是優秀的人選 才是讓大家安心 這樣大家就不用再去吵其他的人選 他同時也讓傅昆期死了這一條心 這個當然他嘴巴上沒講 其實傅昆期跟韓國瑜交情也不錯 對 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有一定的默契 傅昆期應該也知道這個叫做 民之不可為 為什麼 未來我剛剛也提到了 未來的立法院 因為在這個三黨很微弱的 就是說沒有人過半 而國民黨只微弱的 即便加上五黨之一 也只有多民進黨三席的狀況下 你要知道 主席是院長 院長主持會議的時候 下面只多兩席 如果今天民眾黨 藍綠我都不停 藍的只多兩席 那如果那兩席剛好是五黨籍的那兩個 他們不出席 他們不假動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是平手 等於是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你副院長沒有待在院會待命 你在台中跑行程 不好意思 表決會輸給民進黨 有得完了 所以你未來的可能是 只要有院會都要假動 政府院長都要全程在立法院待命 所以我必須講 這一次的三黨不共犯的局面 確實會對整個國會生態 造成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那未來藍跟綠 彼此的這種所謂的攻防 這種所謂的鬥志 乃至於跟白銀 也就是這八席 關鍵少數的互動 跟他們的合眾連橫 都會成為未來的主題 益東哥你怎麼看 這個韓國瑜突然的貼文 他出了這招 之前的人跟大家講的一樣 一出招就反殺 一出招就斷了其案的路 都叫大家心安定一點 偷我就對了 不是因為你知道 民眾黨被藍綠兩黨看破卡去 就他們一開始禮拜一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講八個立委 在那邊開了記者會 還提出要人家回答那四個問題 他現在就是吃定了 就是說如果你們不配合的話 我不投你國民黨 我不投你民進黨 現在重點來了 民進黨也不要你投我啊 民進黨也知道白英不可能投他 因為白英如果投了他就變成 就 民進黨是執政黨 所以白英投他沒有道理 所以白英只能選擇去藍 可是這樣子的話 那藍綠也吃定了就是說 你民進黨不可能投給民進黨 那如果你民進黨不投民進黨的話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你投我啊 我立院多數呢 我們自己就可以當選 而且我們兩個都是我們 這副院長都是我們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當藍綠都有共識以後 不甩白英的時候 白英那八個其實就沒有 無用武之地的藍 但是韓國瑜也沒有把話說死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民進黨願意來跟我們討論的話 願意來跟我們搭配的話 我江啟臣是可以讓出來 江啟臣是可以讓出來 江啟臣說我可以讓 所以現在變成球 本來是民進黨丟球給大家接 現在綠的不接 那藍的接到以後 反拍回去 他現在跟你講說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你民進黨要不要跟我來談 民進黨如果過來跟國民黨談的話 民進黨的粉絲會怎麼看 知識者會怎麼看 那不就是球官嗎 你們為了想當副院長 跑去跟國民黨 本來是民進黨是站在主角的位置 只要國民黨來跟他談 現在變成是民眾黨 為了求那個副院長 跑去跟國民黨溝通說 那是不是可以讓副院長給我 哇這背後是高來高去啊 所以高來高去的結果 現在民眾黨 騎虎難下 所以我覺得這一堂課 讓民眾黨又上了一堂課 什麼叫做僵是老的辣 回去好好學 來綠洋哥你怎麼看 這個我個人認為 韓總基出手之後 凸顯了一點 就是啊 他早就在你們都沒注意到的時候 該吃的飯就已經吃了 該見的人都已經見了 該溝通 該洽談的都已經喬好了 你以為他還真的在家裡酒醉醺醺嗎 沒有 你以為他真的白天起不來嗎 可能啦 但晚上一定有在活動 他已經喬定了很多事情 而且現在事情的走向 隨著韓江貝的推出啊 感覺是不是跟朱立倫這一邊 好像有某種共識達成了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啦 但感覺起來 事情是往國民黨中央希望看到的方向發展 因為如果不是江啟臣的話 國民黨中央應該也是林德佛賴斯堡這一種 比較老的啦 出去擋一下啦 反正這些人類也差不多了 坐在那邊讓他休息一下 那回歸我們現在的這個立院的格局 基本上民眾黨只要有黃國昌 就會有一個清白的屁 就是會從三席的時代力量 五席的時代力量 變成八席的時代力量 還是時代力量自己玩自己 玩得很開心 到最後藍綠就我們自己談就好了 我理你幹嘛 我們藍綠要表決 那我們自己保就好了 你自己在旁邊玩殺啦 就是實際上他應該喊牌的時候 他又拉不下臉去喊牌 該喬的時候又拉不下臉 而且真的騎虎難下了耶 與其說騎虎難下 他自己就是虎了嘛 柯文哲騎上去要怎麼辦 現在是柯文哲下不來啊 這是史上最快 搞掉小黨優勢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局就是 黃國昌喊牌 柯文哲喊牌 如果都喊不進去的話 變成韓國瑜喊出來的牌 柯建民要怎麼接 柯建民是要宣佈應拼嗎 還他突然也釋出 要不要來談一個藍綠盒 副院長來換一下 我們的副院長可能會比民眾黨更好 當然韓國瑜說我理念跟你不同 我們就是要去追究高端 我們就是要強勢監入執政 我們要叫賴清德來立願國情報告 那這些東西民進黨會不會接 如果民進黨接了呢 會不會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又會有新的戲出來 好沒錯現在立願之戰真的是樸索迷離 大家各自出招高來高去 不過現在選完之後 包括了民眾黨包括了國民黨 一直有這種選後逼宮的聲音出來 第一個對於藍營來說 就是逼宮朱立倫下台 在昨天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在抗議說 朱立倫下台我在錄影的時候 聽得一清二楚 那現在包括對於白營來說也是 這個前秘書長謝立功直接說了 這個要抓戰犯嘛或什麼 柯文哲說哎呀你搞不清楚狀況 連這個秘書長周台廚也罕見說重話 人的分寸還是要有所拿捏啊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萊波希哥你怎麼看 對於藍營對於白營現在逼宮的一個情況 但對於藍營來說 現在這個位置這個黨主席 真的有人要接嗎 現在根本燙手三欲啊 接了都不好啊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選後的檢討聲浪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人要接黨主席的位置 有人喊下台的 除了張亞中校長 有選過黨主席 其他的都是小朋友 對 那小朋友 你們就去選2026 你們聲量賺到了 可以啦 你們去選2026 但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朱立倫昨天他在中堂會 他也講什麼 他說他是忍辱負重 沒錯 他說他是要 就是要把這個任期拼完 為什麼 第一個 沒有人要接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的國民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什麼泱泱大黨 以前的這個什麼黨產啊 什麼中央集權的這種能量很強 現在沒有 現在的這個黨主席 他必須要花很大的力氣 募款 要跟地方派系 要跟這些樁腳 拔軟 要跟他們保持互動 以這一次的大選來講 以立委選舉 國民黨選得還不差 對 那關鍵就是因為 朱立倫跟地方派系 你說什麼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賴清德在什麼辯論會啊 在肇事活動常常講什麼 雲林張家 台中炎家 什麼 新店羅家 對 全部都當選耶 民進黨打的黑金 每一個都當選耶 那這些 你說這些都是不是跟國民黨的 這個基層實力有關 對 當然有關 那朱立倫跟他們的互動 很好的狀況下 包括不分區的提名 你看雲林張家 雲林就有至少兩三席的這個實力 而且都有上 沒錯 所以我必須講 朱立倫在這個不分區的提名也好 或者說在區域的浮選 整個盤勢 都沒有很差的狀況下 他真的沒有必要去吃當主席 但是我認為 國民黨可以思考一下 在秘書長的部分 確實應該要換人了 為什麼 怎麼說 因為這個黃建廷秘書長 他去年最有名的 你會發現他到後面選舉 就消失了 沒有聲音了 因為他最有名的一段 就是跟郭台銘的這個整合的戲碼 這個帶著郭董來洗澡 然後 結果就壞掉了 那我是覺得 他比較不適合做這種 所謂的 大黨裡面的這種 所謂協調的角色 我覺得也許朱立倫主席 也許他整個 可能繼續 可能很快就會有相關的人事的安排 來 林陶幫我們危機解密一下 感覺朱立倫現在是穩的 他覺得忍辱負重要做下去 但剛剛有提到了 關於秘書長這件事情 為什麼黃建廷到最後聲音都沒有了 那最有名的就是跟郭董的那一次 現在黨內 至少你們黨自己也要來做一個檢討 也要做一個換血嗎 任志全是在主席身上 但是我先補充 趙和你剛才說 昨天你這個錄影的時候 有聽到有人叫囂 他是用大聲工 那我去看了一下呢 大概三到六個人 那這個三到六個人 來逼公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很多人在選前 還上很多社權罵國民黨 選前罵國民黨 選後又罵國民黨 相較於朱主席來講說真的 從去年九合一大勝 走到現在國會第一大黨 那你說現在 我們整個團隊在這邊 說真的 募款啊 耗損啊 作戰啊 那有誰要接嗎 那大家願意來 讓張亞中來接嗎 大家會不會刺死 一定會刺死嗎 那個路線不是台灣的主流意見 而且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接下來的17個月 一個月三千萬 朱立倫還要募5.1億 5.1億 這位真的 摺擾中 要接的趕快來接 真的 我們是新騰國民黨 新騰中華民國 要接的趕快來接 所以我覺得今天 昨天朱立倫主席說忍入負重 那我們真的就扛下來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改革的報告 或甚至有改組的可能性 我認為應該是會有某種程度的改組回應外界的需求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然後你們這些我全部都要提告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白銀的這個地方支持者不滿嘛 陸續影片出來了 還有一些網紅一路傳下去 現在中選會氣到不行 那柯文哲 老大哥嘛 畢竟是白銀的大 出來喊 好啦沒有 不太可能啦 不可能大規模做票 同時也讓我們的小草有台階下 但也許會有小瑕疵 但希望大家不要把這個所謂的 我們投票信任啊 對國家的信任 真的做到這麼低啦 他意思是這樣 那名嘴黃志賢就說啦 民眾黨是怎樣 秀下線博生亮是不是 把自己當成民主皇帝嗎 那包括藍營的國民黨副主席 連勝文說 好怪喔 其他在野人是一直強調自己沒有輸 除了自嗨你能證明什麼呢 你就第三名啊 那如果今天說 因為作票關係你是第二名 你還是第二名啊 你不是老大啊 你不是第一名 你不是總統啊 這樣有意義嗎 那網紅視網模 他在這兩天 應該在昨天啦 火力全開了 原本是用文字去影射這個 愛麗莎莎啦 就說去某某國家 要不要順便整一下腦子呢 之類的這樣畫 到昨天就直接 講白了 愛麗莎莎 你為什麼不道歉呢 因為愛麗莎莎是第一個網紅 開了這一把槍的人嘛 轉傳影片 而且跟大家講說 這都是假的 有作票嫌疑 儘管是查核中心跟中選會 講完了 他說我只是用字可能比較粗粗 用字比較大一點 他沒有這個意思 那包括范琪斐也說了 贊成中選會來提告 所以這件事情還在燒 那你希望柯文哲這句話 讓白粉可以這個冷靜一點點 那另外關於陳佩琪在臉書上面爆料 就是說選完之後 柯文哲一直接到這個藍營的電話 被指說是不是侯友宜 關於這件事情 而且現在柯文哲拒接啦 他那時候還說被騙一致 之後不會再上當了 現在這謊言也要被戳破了嘛 這是前立委郭正亮說 打電話是朱立倫 不是侯友宜啦 主席打給主席 希望政黨合作 怎麼了嗎 而且立院龍頭也要選舉了嘛 未來還有很多的法案是要推 主席對主席錯了嗎 怎麼會是這樣呢 那他也覺得很奇怪 電話是打給柯文哲 哇你陳佩琪怎麼會知道啊 對不對 他不是說什麼電話在幕僚旁邊嗎 又不在太太身上 你怎麼會知道呢 原來是柯文哲會回家訴苦啊 把所有秘密都跟太太講啦 對不對 有時候秘密可能也沒有講到很完整 結果變成好像是 這個侯友宜打給他 還要侯友宜出來解釋這件事情 也弄得不是很好看 那現在呢 柯文哲也給小草一封信啦 他們認為國會非常重要 在這一次成為國會的關鍵力量 那針對立法院長的選舉他說 民眾黨有政治利益 政治原則 不會因為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不會盲目抗爭 希望兩黨具體回應國會改革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就沒有人要理你嘛 今天這個韓國瑜也說他的副手是誰了 所以今天這封信 是不是也要來改呢 那針對民調問題 他也是不認啦 認為說是因為我的支持者 沒有出來投票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來 易中哥 我剛剛講 一開始這件事情是白銀 關於這個 選票有瑕疵啦 選票有作假啦等等 白銀這邊各種小草們 直接烽火燎原式的 影片一直傳一直傳一直傳 現在燒到最後 好多方的人 對於這件事情很負面 覺得很糟糕 因為這對政府 這對所有社會大眾信任是歸零 不好的事情 中選會也說要告 現在柯文哲說 不會大規模作票有小瑕疵 他是輕輕的放下嗎 他等了三天 總算出來表態了 譬如說這件事情讓他燒了三天 然後他最後發現 有點輿論都在踏法的時候 他定調說不可能大規作票 可是他第一時間他是裝死的 他讓他的小草們 在網路上不斷的煽風點火 那我要講一件事 很多人其實大家應該有經驗 我自己當作開票員 開票的時候就是按照SOP來開 然後底下很多監票民眾對不對 如果監票民眾認為有瑕疵的話 馬上就可以舉手說 你們沒有按照唱票的順序 其實你當場就可以制止 然後作業人員就會說 好 那我們重順一次 可是我在想 可能他的小草們 因為都是第一次進監票 就是去監票 所以他們也不敢公開去舉手說 你們這個要重做 所以他們都是用錄影的方式 然後每一支影片我都輕輕看過了 他有一些影片確實 因為他所片段 每一支影片都幾十秒幾十秒 那如果你炸開那個影片的話 確實你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念A話B 但是後來 中選會其實因為他指控很多 所以中選會就一個 一個投票的時候一個要去問 然後每一個都回報回來 就是說到底發生什麼情況 所以中選會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清清楚楚地去說明 而且我在講一件事 因為這些人今天有沒有開過票 報票的時候榮獲有瑕疵 但是最後的時候他還要重新驗證一次 就是說我們畫的格跟 畫了幾個證 然後對上你的票 實際票數 全部都要再重新簽名然後再封箱 他是一個這樣的SOP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18條有規定 就是說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的時候 如果有違法 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的結果的話 檢察官候選人 其實可以在當選公告15日以內 向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向該管法院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也就是說 第一個 候選人有這個資格 第二個檢察官也有這個資格 所以你也可以去檢察官那邊告發 告發這個開票有瑕疵 因為你有錄影帶 你有證據拿出去 那就可以開票 就可以提出訴訟 所以我覺得 對柯爾銀來講 這件事情要還國家一個公道 最清楚就是清楚去提告 由檢察官來辦案 開箱驗票 但重點不是 現在最好笑的是人說 第二名就沒在挨 侯友儀 輸90萬票 侯友儀都檢票 同樣都是9090嘛 你比侯友儀還少100萬票 你在那邊new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保溫的戰術 就是說 因為他們選前跟他的粉絲說 我們是民調很前面 第二名然後蔡林就贏了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群他們的粉絲 是真的真心認為他們會贏 結果柯媽媽不是也講說 不對 人家都很多 怎麼會開出來票這麼少 很高 柯媽媽也是在那邊刪風給我 所以這一招是要顧鐵粉 對 他就是要 你看這兩件事 他要去解釋他之前的民調 就是他之前跟大家說他民調很高 結果開出來票為什麼不是這樣 所以他必須要某種程式暗示說 可能有作票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 民調才 我們民調不是失真 是因為有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缺德 你知道缺德在哪裡嗎 第一個 當開票人員的 都是學校的老師跟公務員 當那一整天 從早上7點半要到晚上 大概6點半才能下班 十幾個小時 他其實薪水才2400塊 加一個便當 你以為那很好賺嗎 那個是很辛苦的事情 壓力很大 對 那你現在被你們這樣一搞 以後誰敢去開票 不是衰息 你只要開票那個SOP 可能有一點小小的瑕疵的時候 你馬上往路上被霸凌 然後往路上被幹 這第一個 所以他傷害了這些 全國的公教人 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我覺得你們 如果像你們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就清清楚楚的去講 那你說好 他第三名不能提選舉無教制術 那你也可以去求第二名 或是你用什麼方式 但是他其實 因為他們的大頭都知道 這裡面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對 大頭是誰 不然你就輸那麼多了 你還要 大頭 黃國山 黃山山都點不點 甚至連館長都點不點 就讓那些小草去發現 我自己覺得 這些小草們其實很可愛 他們都是為了台灣的公民社會而努力 他們相信柯文哲是一個改革的理想 我覺得這邊都很好 但是 怎麼樣把人家帶出來 你就要怎麼樣把人家帶回家 選舉完了 激情結束了 該回到理性就回到理性 該有爭議 該有違反 該告就告 而不是放任他們在那邊煽風點火 然後搞得整個情況好像變得很嚴重 那我覺得最好笑是侯友宜 最有資格說 不公平 選舉不公的是侯友宜吧 他第二名 都沒講話 都點點 你第三名在那裡叫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有點傷害了台灣的民主 然後欺騙了這些 他們自己的小草的感情 來 柏西哥你怎麼看 我剛剛提到艾莉莎莎 他第一時間發文 中選會已經跟他講說 這是假 這是你不能這樣講話 甚至連視察的中心 他都已經這樣講話了 到最後他怎麼樣回應 到現在視網膜 昨天發文出來打臉他 叫他來道歉 但我覺得最妙的事情是 平常最大聲的館長 剛剛一中老師也有提到 館長 館長都不敢講話 你艾莉莎莎還要繼續玩下去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關鍵就是在於說 這些人他們平常可能 對政治的了解太低了 在台灣你要作票 我就最近看到一個老師 他在跟他們的學生 他說有學生反應說 是不是有作票 他就解釋給他聽 他說依照選霸法 如果作票被抓到 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你願意收多少錢 才冒這個風險去做票 他說他的學生說 少說要一千萬 好 那你有一萬多個投票所 每個投票所 十三個工作人員 你要買多少 才能夠做票成功 勝選 至少要買三分之一吧 他說算一算 要花上千億 算一算 那不可能 就是這樣嘛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那你說裡面有沒有選物瑕疵 有 絕對有 我跟你講 世人就會累 世人就會犯錯 世人就會盲中出錯 所以裡面 有很多的選物瑕疵 甚至他是斷章取義 他拍到他錯誤的部分 但後面修正了 他就不提了 他就說 你看 惡搞我們 那我們先不管 那重點在於說 如果 你知道現在都已經2024年了 然後我們還在討論 作不作票 當然這個跟我們國家 過去民主的 這個黑歷史有關 過去確實有一些作票的狀況 甚至很有名的中立事件 那個還有群眾去發生這種 所謂群眾衝突抗爭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民主文化裡面的一個底蘊 可是我覺得政治領袖 有責任把你的群眾帶回家 你不能放任這樣的言論到處蔓延 而柯文哲到了選後 現在已經第幾天了 你才錄這支影片 你欠很多選物人員一個公道 很多選物人員很認真 結果現在全部被這個 冠上一個 好像你們都在幫忙做票那種感覺 對 不就是會有一種可能性嗎 他今天的確把他的小草 都鞏固得非常好 同時他得罪了更多人啊 確實有可能 所以我說他這次 他這支影片還特地說 向選物人員說辛苦了 他必須要修補 他很害怕 這群所謂的狂粉 會導致讓柯文哲的2028 離他更遠 了解 來林陶你怎麼看 關於陳佩琦的這件事情 其實侯友宜真的是選輸了 還要被封鎖一下 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還要被封鎖一下 但現在郭正亮說了大白話 打電話是你們主席又不是侯友宜 那你這樣講 什麼意思呢 我必須講 其實不管是主席還是侯友宜 打給柯文哲 都展現了民主的風度 因為我們雖然這次在總統沒有贏 可是所有在競選的夥伴 我們都覺得應該要表示意見 就是說大家一起加油 為了在野的力量 為了監督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不管是豬跟猴打電話 都很正常啊 那為什麼在選完了 已經選完了好不好 那陳佩琦還要透過這個方式來 感覺好像回去考試 不是 林陶我就問 陳佩琦跟柯文哲 演的這個雙簧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選前就玩過非常多次 他每次都說我叫我太太不要這樣講啊 對 那個手機每次都藏在枕頭下 然後一下靜音 然後一下就是民調那天也是啊 找不到人 因為那個手機在枕頭下嘛 那現在又是說 我手機都不在我身上 那我覺得多幾次民眾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多了啦 真的多了 因為選舉選完了 我們想展現民主的風度 想要翻頁往下一頁 那我覺得大家都要秉持著一個 這是台灣民主的結果 這是選民的決定嘛 那如果選民的決定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好聚 這個也不敢說好散 因為還沒有散好不好 現在還有繼續聚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真的選完 就不要再操作這種伎倆 因為民眾真的覺得幹嘛這樣 來 偉陽哥你怎麼看 從這個作票風波 到這個網紅被打臉 到柯文哲出來講話 到現在陳佩琦了 這個所謂侯友宜打電話說 也被戳破了 你怎麼看 這個打電話 這個陳佩琦講說是XX 誰知道XXX到底是誰 可以是朱立倫 可以是侯友宜 也可以是林陶 林陶可能沒有電話用通靈 好那回歸這個 就是政治的核心 我們不要管邊垂角色 像愛麗莎莎這種邊邊角色 他是網紅 要料理愛麗莎莎就網紅去料理他就好了 好那回歸柯文哲現在拍這個影片是什麼 想也知道是止血嘛 這段時間長期生命 他就是想什麼 傳統柯文哲戰術 我就讓你鬥 看鬥出什麼結果 如果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出來收割 如果有一個壞的結果 我還是來收割 所以他會放任所有人在那邊亂 反正那些 只要跟我利益好的我再出來 對 反正這網是愛麗莎莎嘛 關他什麼事 柯文哲又沒有說是作票 柯文說小瑕疵啦 到處都有瑕疵嘛 瑕疵一定有嘛 那當然回歸這一個 現在的這一個格局啦 就是投開票這件事情 應該真的是著陸總統譬如著陸史 柯文哲應該也不會在這邊勾留了 他接下來就是以利潤為戰場 以其他東西為戰場 之所以陳沛奇會突然又巴克回去 其實在某種意識上 是要丟出一個 對於藍白河 我這邊還是戒慎恐懼 我還要繼續的玩你 就像今天韓江沛出來傳出 他們烈焰黨團發言人 我們楊寶貞寶寶 立刻節目通告推了 立刻殺回立院 他們認為說 這個事情要謹慎處理 奇怪人家提自己的副院長候選人 關你個毛事啊 你是不是心中 對於藍白河還有一絲一毫的期望 你如果沒有期望你幹嘛要這樣 從頭髮回去 不是只是寫考見階段嗎 搞不定蔣啟程大教授寫的考見也很漂亮啊 所以啦 這個藍白河 這個其實應該就是說 柯文哲心裡還在癢 當他癢的時候 動作就特別多了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現在對於白鷹來說 他說他們的茶壺風暴又來了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 民眾黨增設副主席嗎 他說再等等啦 但確定一件事情 柯文哲想找蔡壁如 回黨中央 任所謂的中央委員 有沒有 那蔡壁如回歸民眾黨中央委員嗎 蔡有說啦 我們先穩住黨內培訓小草 尤其蔡壁如之前不是說 這個台中藍白河示範區嗎 選擇真的還不錯 原本說要入閣嗎 沒有最後也沒有入他的閣 現在確定要回去了 但之前就這麼妙 黃珊珊跟蔡壁如本身就有一些衝突 所以他才會去回台中嘛 那這次回來有什麼訊號呢 波基哥你怎麼看 真的是因為柯文哲 在玩所謂的權力的平衡嗎 之前把珊珊找來 覺得珊珊的位置比較大 所以又找了林郭成 林郭成跟黃珊珊又鬥 鬥一鬥之後 再把蔡壁如找回來 是這樣嗎 柯文哲的理性務實 通常就會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 在整個選舉過程中 他把蔡壁如當做這個所謂的邊緣人 大家還記得嗎 蔡壁如想要在KPTV 放他的宣傳影片 放了兩個禮拜 在群組裡面穿兩個禮拜 不理他就是不理他 兩週都不理他 不理他啊 之前就是蔡壁如那邊 自己把截圖都流出來 然後都不理他 然後都說黃珊珊主導一切 可是現在選後 哇好像這個蔡壁如去安慰過了柯文哲 然後這個盧秀燕也不急著讓蔡壁如 這個進入市府 為什麼 當然這個盧秀燕很聰明 現在藍軍的支持者 對這個民眾黨是怨恨 有怒氣的 他們覺得柯文哲 害我們總統沒有辦法當選嘛 所以你這時候盧秀燕把麻煩 往自己府裡面撈 這個是不對的 沒有錯 所以盧秀燕的政治判斷很正確 可是柯文哲為什麼這個時候 反而開始給蔡壁如溫暖 因為他有戰功啊 他是這一次民眾黨區域立委提名人裡面 得票率最高拿到四成五 而且差一點翻了蔡其商的盤 我告訴你 黃珊珊在台北市長兩成五得票率 誰叫戰將 而且這個選區是空將好嗎 所以我必須講這個 這個看數據 看得懂的 看得懂的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 這個人要把他留在我們這邊 否則就變如戲人馬了 怕被拉走了 但是因為蔡壁如還是強調他要 深耕台中嘛 對 所以現在還在拔河 那只是說民眾黨能夠讓蔡壁如 扮演什麼角色呢 尤其在未來的國會都是以雙簧為主軸的時候 那未來的柯文哲 未來的黨中央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蔡壁如跟雙簧 以後就不是這個 這個柯文哲加雙簧喔 以後是柯蔡加雙簧喔 那這個模式要怎麼運作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去討論出 他們民眾黨最好的方案 來 綾翁老師你怎麼看 剛剛講立法院未來就是雙簧喔 現在感覺柯文哲怕啦 我被架工怎麼辦 心腹趕快回來 蔡壁如雖然選輸了 雖敗猶榮嘛 雖敗猶榮 至少黨內比較不會有人講話 甚至如果未來真的設副主席的話 他或許成為第一個副主席是講 這個是不是會把蔡壁如拉回來 其實這個問題也可以用來思考 我們前陣子傳出 盧市府缺了副市長 突然大家就拋出蔡壁如 但最後沒有啦 是我們小心去卡了啦 好但重點在於說 為什麼蔡壁如會突然出現在台中 一定有人放話 放話用途為何 當然立刻就有人反放話 就是到底是盧市府要靠蔡壁如 還是蔡壁如要靠盧市府 這邏輯好像不太對 但至少蔡壁如的身價不一樣 他變成了一個梗了 不要忘了他原來是怎麼丟了立法委員的位置 論文抄襲嘛 柯文哲立刻剁了 習日立刻剁 今天開始放話 蔡壁如這個副主席啊 什麼的 人家也可以說不要啊 當然蔡壁如就經過電話詢問 是他不會退黨 也不會跳槽 因為選前大家就說 國民黨幫他幫人這樣 不去國民黨 情義上說不過去 因為柯文哲也沒給他什麼具體幫助嘛 不過 回歸現在選後的格局 蔡壁如如果要北上的話 他沒有在地方生根 他地方的影響力立刻消失掉 對 他就沒有什麼喊牌空間 所以蔡壁如想的是我現在不能走 我只是 就是有人放我這個 我覺得 可能就是 也不是對我非常友善啦 想要引我清兵入關 去救你這個已經快要往大科王朝 可能 小弟還是按兵不動 暫時守在關外 會好一點 所以我認為 這個放話一樣 也是2月1號 等到雙黃投票投出來 結果到底好看哪看才會有下一出啦 來 林涛 這次如果真的 蔡壁如真的回民眾黨中央黨部 對你來說會不會是好事 畢竟藍白河的時候 其實盧學院幫忙他非常多啊 以後民眾黨就不會這麼鷹派 還有一些鴨派 可以跟你們做合作 基本上我覺得 因為過去台灣民眾黨說科學理性務實 那大家都會討論 像蔡壁如委員他講說 那到底台灣民眾黨接下來給大家的價值是什麼 政治理念是什麼 因為蔡壁如經過這一億開疆辟 他至少拿了45%的民意 對 他是用民意作為基礎的 所以他今天回國頭來問這句話 我覺得就會產生跟台灣民眾黨很多支持的共鳴 這個共鳴是柯文哲要重新論述 到底是雙黃帶領的台灣民眾黨 還是原本柯文哲原始的那個台灣民眾黨 是現在的民眾黨 那未來的民眾黨還要走向哪個地方 所以我基本上認為 蔡壁如回來做平衡 基本上是好事 因為他是給一個柯文哲反思的空間說 我除了政治之外 我原本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說 那個雙黃 不要滿腦子全部都是一些鬥爭 或是一些政治的語言 回過頭來看價值在哪裡 來 逸中哥你怎麼品 柯文哲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當年蔡壁如論文抄襲 立馬開 就叫他斬 叫他辭掉立委 對 民進黨都還沒下那麼重的手 那蔡壁如就直接 揮刀斬馬術 這斬成這樣子 然後把他發配邊疆 蔡壁如那時候 根本就是一個民眾黨的氣質跟孤兒 沒有人要低 然後那時候盧秀燕跟他說 好如果我們國民黨在這一區 綜藝選區 如果到時候沒提名的話 你來選 我會全力幫你 結果後來因為那個艱困選區 蔡其昌實在太強了 所以最後 蔡壁如是被塞到那個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 蔡壁如跟盧秀燕兩個在那邊 一搭一唱啊 那邊左右 藍白雙新 不但把蔡其昌震出一聲冷汗 只贏了7000票 而且那F4個年輕人 裡面有F3個都上了 所以蔡壁如你說沒有工嗎 他現在已經是在台中的光芒之大 對 這個時候柯文哲發現說 他有用處 是不是把他調回來當中央委員 然後來壯大我的民眾黨 蔡壁如說NO 蔡壁如只講一句話 他說現在要先穩定黨內 要來培訓小子 蔡壁如現在是聰明者 因為蔡壁如也答應了那些 綜藝選金的鄉親 他說我不會離開這個 對 你不能離開 因為你今天是空降 然後鄉親給你45%的選票 如果這個時候 你拍拍屁股回去台北當副主席 或是當什麼位置的話 選委啦 那你不就是第一個 你背叛了台中的鄉親 第二你也背叛你們自己